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Jedic 我来自柔佛星山 目前是爱多美的星光大师 皇家领袖俱乐部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题 叫做自动型销售大师 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没有爱多美 各位 如果你的生活当中没有爱多美 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如果你已经在爱多美 有所成就 你就会讲这个字 但是如果你一直生活当中 还没有爱多美 准备开始出现爱多美的话 你可以想象在场的这么多 昨天你见证的这么多 如果没有爱多美 他们会是怎样的人生 我不要讲别人 我讲我就好 如果没有爱多美 我今天就是一个grade car driver 你现在也不可能在这边 听一个grade car driver讲东西 对吗 但是因为爱多美 我的生活不一样 这样各位 你想不相信在爱多美 你的生活也会不一样 相信吗 不是很相信对不对 如果没有爱多美的话 你可以想象一下 十年后的你是这样 如果你是打工的朋友 如果没有爱多美 我再想象一个画面 十年后我可能是长这样子 对吧 对吧 十年后 我们还要继续打工吗 各位 所以我想问大家 如果今天 我们不选择爱多美的话 不选择要改变 不选择要成功的话 十年后 这样子的你要吗 不要对吗 如果不要的话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做一点东西 我讲的是认真的 为什么 为什么一开始要问大家这个问题 因为我发现到 很多人之所以成功 跟很多人之所以不成功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你知道吗 最大的差别在于他不够痛苦 因为他没有想象到 十年后还是这样子 我现在给你想象一下 如果十年后你还是这样子 还是钱不够用 请问 有意义吗 会不会很沉重这个问题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人生有多少天 第一个 十万天 第二个 五万天 第三个 三万天 各位 你觉得人生有多少天 男性的平均寿命七十二岁 三百六十五乘七十二 等于两万六千 两百八十二天 哎 两百八十天 女性七十五岁 就是这样子 只有两万七千天 所以基本上 每个人都不会超过两万七千天 哎 都不会超过三万天 因为我们现在都不是零岁嘛 就算你活到一百岁 也不会超过三万天 各位 三万天 你有想过三万天 长还是短 短哦 这样 这么短的人生当中 你要 做什么 来让你的人生有所改变 这三万天的时间 你愿意用多少巴仙 来 改变它 让你的这三万天过得很好 如果我跟你讲 在 一个地方 叫做爱多美 你愿意用 三到五巴仙的时间 就是讲三年左右的时间 你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改变你家庭的人生 改变你家族的命运 请问要不要 三年前的你跟三年后的 现在的你 有没有很大差别 如果有做爱多美的肯定是很大差别 如果你现在没有做什么 三年后的你就可能跟那个照片一样 但是我想讲三年前爱多美开始进入马来西亚 三年内的时间 爱多美在马来西亚 招救了 这群人 这群是什么人 三个月 Auto Sales Master Workshop 的参与者 Auto Sales Master Workshop 就代表来的人要是Auto Sales Master Auto Sales Master代表什么 代表年收入 超过十万 各位 有谁 打工 如果是普通 Diploma Degree 可以打一年超过十万的 很少 就算你要拿超过十万 你要做工几年 会不会超过三年 要 但是这一些人 在爱多美不到三年的时间 做到这些事情 他们的生活都改变了 这里有121位的 自动性小售大使 OK 还有一位人是 三年前 他是长这样的 这个就是Grab Card Driver OK 三年前 他是长这样的 但是三年后 他是长这样的 三年前 做Grab Card的时候 一个月的收入 差不多两千块 但是现在 做Royal Leaders Club Member 一个月的收入 是以前的四十倍以上 也就是讲 我现在在爱多美 做一年 我以前要做四十年 各位 四十年 可以做什么 重点是 四十年 四三十二 差不多一万多天 我在爱多美 用三年的时间 换来我 换了一万多天的时间 回来 请问各位值得吗 值得 为什么我会做到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掌握了一个秘诀 谁要成为自动性销售大使的举手 我看一下 不一样了 来 给自己掌声鼓励 所以今天 既然这么多人要成为自动性销售大使 我就毫无保留的 把秘诀告诉大家 OK 所以要成为自动性销售大使 首先 你必须要知道 为什么要成为自动性销售大使 所以刚才跟大家分享了 如果今天我们不改变 到底我们几时才要改变 如果我们今天不改变 十年后的我们跟现在一样 你可以接受吗 不可以 但是如果你今天改变了过后 你就是一个完美的成功者 不只是在你的 人身上 在你的朋友圈 在你的 各方各面 你都会有得到很大改善 我想跟大家讲 以前 就是刚才那个 在Gangia旁边拍照那个人 以前 我跟你讲 没有人看到他 但是现在 每个人都看到他 甚至在我的Facebook 甚至在我的 以妈顾借 亲戚朋友 我很少跟他们接触的 我的妈妈都跟我讲 你最近很红一下 我爸爸在工厂做工 他跟我讲 有人跟我讲 你孩子是Jedic是吗 我没有跟我爸爸讲什么 但是他都知道 人家都知道 他孩子是Jedic 所以 你的成功 会 你在这里爱多美 你成为一个自动性销售大使 你的人生是完全的不一样 OK 这样 要怎样成为自动性销售大使呢 我们要先知道 怎样成为销售大使 我相信在场的各位都应该知道 成为销售大使 我们一个月有几个周期 给大家去合格 两个嘛 对吧 一到十五号 或十六号到月尾 所以十五天的时间 只要你的左边有 多少 250万 右边有250万 你就成为销售大使 这样自动性销售大使的意思就是 你每一个cycle 都合格 250万 250万 你就成为自动的销售大使 当你成为自动性销售大使 你的月收入会高达 八千到十五千 各位 八千到十五千可以吗 可以喔 讲可以的就是还没有拿到 八千到十五千 所以很好 如果可以的话 我告诉大家要怎样做 当然要先做 到自动性销售大使 我们要先检查自己先 OK 所以要自动性销售大使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自动性的消费网 对吗 对吗 我告诉大家 在爱多美的话呢 如果你有一个稳固的消费网 可以保你衣食无忧 一辈子 OK 什么叫做稳固的消费网呢 第一个 你是不是爱多美产品的 忠实粉丝 是吗 OK 这个不用带多奖 所以我就带过 第二个 自己会购买产品 会自己买产品吗 第三个 会自己注册会员吗 名字 IC 电话 地址 email 五个东西 你只是要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 第四个 自己会分享 会分享吗 很多人还不是很会 等一下我教大家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这四个东西 是今天你要在爱多美成功 你必须要先掌握上来的 如果刚才的任何一个问题 这四个问题里面 你有一个不会 你就先不要讲 你要做销售大师先 你先把这四个东西做好先 可以吗 可以 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 当我在 最近我在印尼的时候 我发现到 其实做爱多美 真的只要这四个东西 最近在印尼 有一个销售大师 这个销售大师的话 他在爱多美 一年还没有开之前 我就认识他了 那时候他来 做爱多美的时候 他也没有很疯狂 他就是觉得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家庭主妇 几个孩子我忘记 现在讲家庭主妇 要讲几个孩子 所以这几个孩子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这个 这个阿姨他很群劳 他现在是在印尼 他是在卖柜的 这个阿姨一开始 他来 他那时候就遇到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叫做金油铁布 他的小孩那时候受伤 就跌倒 脚受伤 就医生讲要休养一段时间 然后他就听到金油铁布很好 就给他孩子贴 这样就是这样贴贴 我也不知道我贴了几久 然后有一次 他们就全家人去海边旅行 这样小孩子看到沙滩 是不是很兴奋 我就很兴奋 所以他孩子照理讲 是应该坐住那边 不可以乱跑的 但是他孩子看到沙滩 突然间就跳起来 突然间就跑了 然后他妈妈就吓到 为什么会这样 后来才知道原来金油铁布 帮到他孩子很多 大概是这样的故事 不过如果你听他讲的话 可能你会流眼泪 所以的话呢 他对艾多美这个金油铁布的 这个热爱 已经到了很疯狂的程度 所以他就通过金油铁布 不断地跟人家分享 就是这样分享分享分享 然后我们就跟他讲 你要学会自己买产品 你要学会自己注册会员 你要学会自己去分享 我跟大家讲 这个Auntie呢 就是这样分享分享 在印尼还没有开的半年到现在 这个Auntie现在的会员人数超过2万人 这个Auntie现在是 Auto Sales Buster OK 所以这些东西重要吗 会很难吗各位 会很难吗 OK 所以 如果你掌握了刚才那些方法 现在我要教你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叫做 怎样成为自动性销售大师 我们的老板告诉我们 在艾多美你要成为自动性销售大师 你的左边要有50个爱用者 右边要有50个家庭的爱用者 为什么要50个各位 刚才我们讲成为自动性销售大师 要多少业绩啊 250万啊 右边也是250万 PV OK 如果你的左边有一群50个Family 右边有50个Family 为什么会有250万跟大家做一个数学题 在艾多美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产品啊 卖的最好的是什么产品 卖的最好的是 Hemohim对吗 OK 所以艾多美最好卖的就是Hemohim 各位如果是爱用者会不会吃Hemohim OK Hemohim多少分啊 因为爱用者没有买一盒的嘛 对吗 爱用者一定是买200千啊 OK 这个是Hemohim 200千 既然是爱用者要不要化妆洗脸啊 我的脸还可以吗 够不够滑 因为我很勤劳 OK 昨天已经三点了 我还在洗做脸 然后我的同房的 他就看到我有点奇怪 因为他是男的 讲到什么 Beauty 爱多美美容产品最好的是什么 Absolute Absolute Absolute多少分 130千 算他100千就好 OK 因为不是每个人用Absolute嘛 对吗 但是像我这样 我就是用Absolute啦 除了用Absolute 我每天还要用 Daily Mask 有时候偶尔要用 Seven Solution Mask 偶尔又要再用 Pill Off Mask 我们三款 Mask嘛 对吗 OK 然后你要用什么 像我这样 我就要用Glow Base 然后要用防晒 要用BB Cushion 可以吗 所以这些东西加起来 会不会超过100千 OK 我讲这两样就好了 还没有包括其他的 日常生活必需品 这两样东西加起来多少分 300千 各位 300千 如果我讲一个月消费完 会不会太夸张 有一点夸张 对不对 如果我讲一个Family 三个月时间 跟你消费300千 可以吗 可以哦 三个月是几个Cycle 六个Cycle 所以一个Cycle是多少 50千PV 对吗 对吗 我们讲 左边50个Family 右边50个Family 请问是多少分 250万PV 所以你的自动性销售大师就做到了 对吗 可以吗 这样 来掌声鼓励一下 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要算这个东西 因为算得出就做得到 OK 所以你只要知道你的目标是多少个 目标是左边多少个 右边多少个 50个 自动性的销售 不是销售 消费者 OK 所以的话 这个是怎样算出来 这样我们要成为自动性销售大师 我发现到 其实这个东西 我之前的Auto Sales Master 在Channel Atomi也有分享过 但是今天有一点点升级版 因为很多人还问我 Jedick我也是去找50个 但是找来找去找没有 今天就跟大家讲 开发的关键 对象 各位 我想问大家 今天你在从事爱多美的时候 你真正要发展爱多美的时候 你先找谁 你先找的是要做的人 还是先找要用的人 真的吗 很多人跟我讲 Jedick 我一直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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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很久 都没有人要做 然后跟我讲 Jedick我找很多人 很多人跟我讲不要做 然后他叫我一起不要做 为什么 各位 要做的人容易找 如果人一找我找就伤 就是不容易找 所以很多人 我告诉大家 今天你的对象要搞清楚 你要找的是 消费者 如果你一开始就找 经营者 他就会问你一个问题 你讲到爱多美这样好 请问你一个月赚多少钱 对吗 这样你要这样回答 我赚多少不重要 重要是你赚多少 对吗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 所以为了解决大家的麻烦 就不要 不要叫他做 可以吗 如果你叫人家用便宜好用的东西 请问 会不会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我们对象要搞清楚 今天你要找的是 50个消费者 我今天没有叫你找50个经营者 对吗 OK 所以第一点 对象要搞清楚 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 消费者 OK 所以 如果你搞清楚对象了第二个 How to share 分享的方式 很多人又跟我讲 Jeddy 我也是有跟人家讲 我就问他 你找了多少个人 他讲 我找了20个30个了 然后呢 全部没有买 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你跟他分享的时候 请问 你有没有给他4产品 他的答案是 没有 所以咯 因为没有4到 请问有感觉吗 所以我跟大家讲 even我今天是一个星光大师 你在我bag里面找 最少都可以找到三样产品 OK 最近我的bag里面产品 开始有换了啦 换了什么 一个是精油贴布还是一定要的咯 然后最近呢我就放了那个 三秒神奇水 你看我的脸有一点V 没有办法因为最近脸比较肿 所以要喷多一点 所以见到人就给他喷一下咯 另外的话还有放什么 还有放那个口腔喷雾啦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喷人家 所以我又放多一点来喷喷喷 OK 看得出了没 所以的话呢 我想跟大家讲 如果今天你要分享 分享的方式是什么 分享的方式是应该要引起人家的好奇 为什么我喜欢拿喷的东西 因为你这样 人家会不会注意到 现在在喷的我就注意到了 OK 就是我们要引起人家的好奇心 对吗 每次我在分享的时候 每次我跟朋友喝茶喝到一半 我就想等一下 他做么 我要吃维他命C 我请他吃一个 请他吃一个了 过我就问他好不好吃 如果你吃我的维他命C 你敢讲不好吃吗 肯定是好吃咯 这样好吃的话我就跟你讲咯 这个是我在韩国的shopping mall买的 现在免费送VIP member 你转了以后你自己买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吗 可以哦 所以讲爱东美需要一个小时吗 只要五分钟罢了 可以吗 你讲得越少 他就越有兴趣 因为他要知道 你又不要跟他讲 是这样吗 是拖一点点不可以拖完吗 对吗 所以的话呢 我告诉大家 一开始的时候 讲少少就好 然后就要拿一些很special的东西 来 吸引他 知道吗 知道吗 这个就是不消而消的 境界有一点点高 所以我觉得分享最重要是这个 所以今天很多人跟我讲 他找来的人没有买产品 我可以跟你讲 只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他没有试到 如果他已经试到了过后 我建议各位 如果今天你第一次 开始跟你朋友分享 爱多美的话 你也给他试到产品了过后 请问讲完了要做什么 closing 对吗 如果你没有做closing 是什么结果 白做 为什么 如果今天你跟他讲完了 你没有让他马上买到一些产品 或者是没有马上 把他注册会员上网 直接买定了 继续他家的话 各位请问 下次你找他要讲什么 重新表演一次 对吗 你下次找他 他就知道你要做什么 就是要卖我东西 对吗 所以我为了节省各位的时间跟麻烦 请你第一次就把东西卖给他 因为你第一次把东西卖给他了 他买到一只牙刷 一只牙膏也好 下一次 你有没有理由 service他 就有理由 你那天拿了我们的牙刷 你有没有记得用 会不会用 用了有没有觉得很舒服 这样子 对吗 你有理由去service 如果你没有把东西卖给他 你打给他 我找你喝茶 喝茶 讲爱多美 我已经听过了 是吗 是不是第一次就要closing 谁第一次就有做closing呢 所以你就做得好了 还没有举手的 就是还没有做好 所以各位学到了没有 分享的方式 OK 再来第三是什么 速度 很多人跟我讲 我要做自动型销售大师 各位 你想不想做自动型销售大师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请问你打算 急久做到自动型销售大师 马上 马上有点夸张 但是我想讲 很多人没有给自己一个明确的时间 如果今天你用三年做自动型销售大师 可以吗 可以 但是我想问你 你用三年 请问你相信会用快过三年吗 基本上是不会的 他看你几块 他就几块 对吗 正常的吗 是不是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做得好 你是不是要在最短的时间 做到最好的成绩 对吗 所以自动型销售大师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门槛 只要你在爱多美 做到自动型销售大师 你怕影响不到人吗 每个月拿一万块的收入出来 可以吗 我昨天听那个白头发的 我们的玫瑰大师跟我分享 他跟我讲他是怎样影响人 每个月去见到人 就是给人家看他的income罢了 看income 你这样多拿 这样多啊 我要做 需要讲很多吗 因为要叫人家做这个事业 你就要给人家看成功的见证 这样他就是一个成功见证 对不对啊 所以的话我们一定要赶快做到 不见了 赶快做到自动型销售大师 我跟大家分享 什么叫做速度 昨天分享的那个美平老师 音乐学院长 我记得他一开始跟我讲 我给我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每个月我一定要recode sponsor 30个人 OK 他做了几久 据我当时所知 他连续做了三个月 接下来有没有继续 我还没有follow up到 sorry 但是我想讲 各位 如果你连续做三个月 30个人 请问 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今天我把你recode进来 一个月过后 你看你的组织 有30个人 两个月过后 有60个人 三个月后 有100个人 请问你会不会烧 你会不会要做 会吗 这个叫速度 我跟大家讲 今天要做的人从哪里找 为什么Jedick你没有跟我讲 到底要怎样去找人家做 要做的人就在你的组织里面 50个 50个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你找来的人 我们爱多美是几条线 两条线 你放哪里 就是这样放下去罢了 对吗 如果你这样放到50个了 这些人你都照顾好好 你用三个月到半年时间 照顾好好 三个月过后 半年过后 第一 这些人对产品有没有信心 第二 这个人对你有没有信心 因为你有服务他 对吗 第三 这个人看到下面 有50个人在消费 49个人在消费 请问 他觉得这个生意可以做吗 这个时候你要影响他来做 是不是比一开始 你就叫他做容易 所以要做的人在哪里 在你的组织里面 已经存在了 如果你已经做一段时间了 只是你没有感觉到 我们和别人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各位 我们在外面开始经营爱多美 在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是不是遇到很多人 他们曾经听过爱多美 但是 OK 但是 他们 现在已经不是会员了 对吗 为什么这些人曾经都听过爱多美 但是这些人现在不是会员呢 对 因为有些人 没有做工 没有做service 对吗 我想问大家 今天你会坐在这边 请问 是不是有一个人 还是有一些人 他一直在follow up你 所以你坐在这边 对吗 所以如果你没有做follow up 请问你的人会坐在这边吗 不会的 所以 我们跟别人最大的差别在于 服务 用心的服务 这个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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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服务的重要性 虽然我不是很多顾客 但是的话呢 我服务谁 我服务领袖 OK 我想跟大家讲 昨天你们看到这个美娜 Allen 这对夫妻 今天他们成为星光大师 我想跟大家讲 三年前的时候 我找他的时候 他也是不要坐 OK 那时候他不要坐不用紧 他有一间店 所以每个月呢 我就跑去他的店喝茶 他就泡茶给我喝 OK 我们就在那边喝茶 聊聊聊 我就跟他讲你的主制最近怎样啊 最近爱多美要来了啊 等等等等等等 讲完了过后 他就没有感觉 然后讲OK 拜拜 我就走了 而第二个月 我又去找他 美娜有空吗 我来找你喝茶 有空 不好意思讲没有空吗 就来了 又喝茶 三个月喝茶 四个月喝茶 五个月喝茶 六个月喝茶 七个月喝茶 八个月喝茶 你可以连续找一个人喝茶 八个月吗 各位 他没有讲他要做 你可以吗 我连续找了他八个月 时间到了 他就来了 OK 一开始不要坐 但是我跟你讲 他一坐就不得了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停了八个月 所以一来就 OK 所以服务到底几重要 我在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的例子 最近有一个下线他跟我讲 Jedick真的很感谢你 就是因为你一直 没有放弃我们 一直耐心地跟进我们 所以他今天有这样子的成绩 他今天没有在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一个人 他早早就进来了 他曾经坐过钻石大使 后来就 小声匿迹 就变小石大使了 但是呢 最近他的组织 开始有人很active 我就一直 报告好消息 给他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几时这个 这个 这个苹果会 这个书会开花结果 但是这一个人 在我一直报告 报告 报告 三年的时间 我都有follow他 上个cycle 这个人的组织 右手边 出现了五粒销售大使 新的 突然间多了 两千万业绩 各位 服务重要吗 你知道你几时会服务到两千万出来吗 各位 我不知道 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也才意识到原来我一直在做这个对的动作 各位 我想跟大家讲 服务这个东西是 我很难 很难告诉你 但是这个东西一定要去做 好不好 所以的话呢 不要讲领袖先 我讲回顾客 今天当你在做服务顾客的时候 有一个秘诀 叫做意识器 什么叫意识器呢 就是今天你跟他分享产品 他买了产品 过后 明天就是第一天 你就要打电话给他 打电话给他 问他什么 不是问他用了怎样 因为第一天是不会怎样的 第一天是问他有没有用 会不会用 懂吗 然后第四天 又要再问他有没有用 会不会用 你早上用还是晚上用 懂吗 第七天的时候是怎样 最好是可以再找他一次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没有找他 他就觉得都是这样的咯 做传销的都是这样的咯 卖了就不会再找我的 是吗 所以是不是要找他 要 而且每一个人对一个产品 都有一个蜜月期 这个蜜月期差不多就是一个礼拜 这个一个礼拜 如果你没有照顾好它 它用到没有感觉的时候 我跟你讲 它就很难持续下去 对吗 所以的话第七天要做什么 第七天最好 就是把他带来会场 带去中心也好 带去日元也好 带去活动也好 为什么 因为当他如果用不好的时候 他来到会场 听到很多人都讲好 他会不会有信心继续用 如果当他用到很好 他来会场 看到很多人也用到很好 他会不会更有信心 所以要不要带来会场 这个叫一诗器 但是不是只有一诗器 一诗器做完了过后 还要继续做 OK 每七天要service一次 要做几久 七七四十九天 七七四十九天 就会成仙 不是成仙 七七四十九天 它就会成为自动型的消费者 OK 可以吗 所以坚持服务 做对的事情 OK 成功系统真的非常重要 教育中心一日研讨会成功学院 我只可以讲 这个行业叫做 somebody close somebody 刚才我跟你讲了 怎样找消费者 对吗 但是我没有跟你讲 怎样找经营者 如果你要找经营者呢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把用到产品 很好的消费者带过来 就可以了 OK 我跟大家讲 上一场的成功 一日研讨会在KL的 有一位 这是我女朋友的 妹妹的朋友 OK 她来了过后 她是anti MLM的 但是她来听完美娜的分享过后 她跟我讲她要做 你有想到一个男生 一个公司的高管 会给美娜烧到吗 我也是想不到 OK 但是就是被烧到 所以somebody close somebody 今天我们要在爱多美 找到经营者 我们要懂得 借活动的力 可以吗 所有的成功秘诀 我都告诉你了 最后我想问大家 谁要做自动型销售大师 基本上全部都要 如果要做自动型销售大师 我们要先预告事实 告诉自己我会做到 所以各位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 喊一下这几句话 第一句是 我是自动型销售大师 OK 第二句 我月收入超过 一万块马币 第三句是 我一定会成功 会帮助更多人成功 我会马上行动 各位 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马上啊 祝大家在爱多美 都成为自动型销售大师 谢谢 谢谢